每日福音 第五节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现在我要回到派遣我来的那位那里 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问我 你往哪里去 反而因为我告诉了你们 你们便满心忧伤 但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事实 我离去为你们更有意 若我不离去 护卫者就不会来到你们这里 当我去了 我便会派他到你们这里来 当他来到时 要为真理辩护 指证世人关于罪 正义之道和审判所犯的过错 关于罪 是因为他们拒绝相信我 关于正义之道 是因为我在回归父的道路上 而你们再也看不见我了 关于审判 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已被判罪了 荣修教宗本篤十六事曾说过 耶稣是个像他和为他而存在的人 在此所谓的像他是指像父 为他则是指为人 在今天的福音中 我们看到耶稣像他和为他的面相 耶稣只以父的旨意为食粮 而父的旨意是不让一只羊丧王 爱了所有的人 为此 耶稣不仅献上全部的生命 甚至连死亡也派上用场 他甘心情愿地离去 所谓完全地跟随基督 也就是生死都要想他 但愿我们每位基督徒 在福传心火上 都能够如同圣保禄所说的 或生或死 总要让基督在身上受到颂扬 今天的福音就跟您分享到这儿 感谢您的参与 每日聆听圣言 开启喜乐全员 明天别忘了继续收听 每日福音再会